这个是败男的十个孩子 因为现在狗妈妈 就是奶不够了 孩子越来越大了 现在需要咱们人 搞着羊奶粉来喂他们 不让他们吃不饱 光看靠妈妈的奶的话 现在只能吃个半饱 所以每天需要人工 就是泡好羊奶粉之后 再过来喂他 这样也能减少狗妈妈的负担 同时呢他们也能吃饱 然后为小奶果这个重任呢 就由我老婆来做 因为我做不了那么仔细 我老婆的话要比较仔细一点 比我做的 好了开始喂了 恭喜第一只中奖的 是一只白色的 给他起名叫小安迪 也是第一只 一只狗狗喂了真管 不能喂太多 小安迪 十只狗狗其中的一只白色的 这孩子还没喝 让妈妈先给喝完了 第二只中奖呢是老大 现在这几个家伙都长大了 狗妈妈的话 奶不够 他们需要一天消耗量太大了 不然把妈妈也会脱卡 所以咱们人工来喂一些 妈妈也能减轻点负担 我老婆这位 因为我老婆的话 她比较手巧一点 男人们手比较重 如果男人们来喂的话 怕伤到小能狗 所以人家女孩子手巧 恭喜第三只 是一只小黄的 贝娜十个孩子十个也是 这妈妈抢孩子都吃的呢 贝娜 十只孩子十个也是 哎呀 看这两个老大跟小安弟 打闹了在这 打架了 哎呀 第四只又是一只小黄的 这其实不属于小黄的 这是小粉的 这是第四只 看这小石头 哎呀 这个也迫不及待了 等下卖脸 有点迫不及待了 这个 好了 第四只在吧 第五只又是一只黑嘴头 看吃的想的 这是第五只 又是一只黑色嘴头 那个那个黑的想吃了 给黑的 你看他还咬你 第六只 一只小黑黑 这是出生的第十只 好像 他是老石 老石 老石再吃点 老石不吃了 来 这个是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老鸡了 分不清了 背那一下 生十只黑子 咱也分不清是老鸡老鸡了 哎呀 小家伙脾气还挺倔的 哎呀 脾气还挺倔的 你看 看 走着妈妈这站呢 都来找妈妈了 有了亲妈了 把号码给忘了 哎呀 这个狼通虎叶的 这个多为一针管了 也是十只狗狗里面 最小的一只 可以多为它一针管 可能是个子比较小 抢不到吃的 所以体格也比较瘦 是不是你们心事抢不到吃的 都被哥哥姐姐们抢了 然后导致你这么饿 好饿啊 这个感觉 哎呀 这个小家伙好饿啊 这个他来一针管 哎呀 又坏了宝宝 吃饱了 可以了 手量多差 现在败男的十个孩子感冒 全部治疗好了 也是由我老婆治疗好的 我治疗不了 然后我老婆给治疗好的 十只小年给我感冒 全部好 呀 吃的好香啊 不急不急就吃了 是吧 前面吃 上面吃 下面露 别吃对了 管他呢 吃一点 吃一点 你们几个都吃饱了 哎呀 别想跳出来 跳出来咋办 不能跳出来 乖乖 那个睡觉的没吃 对这个睡觉的 就他了 除了他没吃 其他的全部都吃到 这样的话 妈妈能减轻一点压力 我妈妈不用 一直都他胃的话 他会 压力很大的 你看不听话 长大了 胃内的时候不听话 这个今天可以直接搞到羊奶粉 直接搞到盆里面 他们就会自己吃了 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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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了就好吃了 知道了 他挺好 吃不到的时候 他们不听话 吃到了 那个小时候 他就没练 没练了 就开始吃了 哎呀 看吃得消了 他是最后一只了 咱们看一下 贝娜 以及他的十个宝宝哈 贝娜 你还这么吃饱了 你在给他们跌跌底 清理清理 你身上 哎呀 睡觉了 睡觉了 小可爱睡觉了 小可爱睡觉了 哎呀 睡觉了 睡觉了 看 这是贝娜一家 跟这个小可爱睡下来了 找妈妈亲切去了 结果睡觉睡下来 对 你给他们把嘴清理清理 这里还给你剩了一盆羊奶粉 你一会儿渴了自己喝 哈 贝娜 一会儿你渴了 把那一盆羊奶粉喝了 还剩这一盆呢 你现在给他们清理干净一点 这是为了孩子剩下的 晚上还得喂一次 希望每天人工来辅助 喂三次羊奶粉给孩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大家给大家记录一下 贝娜一家 哎呀 妈妈不好了